杨雅哲 天橋上的魔術師 魔幻的預言在中華商場 這個文化意義極為複雜的場域上演 導演以失憶的電影語言 殘酷地直逼觀眾去找出 在生命中消失或被消失的種種 無論在演員表演 影像呈現 美術造型各方面 都將台灣戲劇工業拉到極致的高度 原來導演本人才是魔術師啊 跟以前拿獎的感覺 是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緊張 因為不管金鐘金馬 然後甚至連演員講的時候 我都會蠻緊張的 都會希望他們可以獲獎 還有工作人員 所以得獎這件事情 永遠都不會變 就是永遠讓你怦然心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回春方法 本來拍完天橋是心情會 因為它是一個關於消失的戲 所以我每一集 其實都耗損我很大的 自己的那個心理素質吧 我後來拍完這一年 我覺得我深受職業傷害 心情一直很平啊 然後也有去看身心科這樣 就是心中沒有任何聯誼 但是今天來參加金鐘獎 又讓我心又開始跳了 我一直都會想說 我心想說 我心想說 太陽了 我心想說 我心想說 你也會想讓你回去 你還是找我 好嗎